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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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我发现我遜了一条很重要的问题 忘记问了 就是为什么每年的麦尔本杯 都是在星期二举行的呢 难道这个安排有特别的意义 好的问题 Icy就是Icy 果然人如其名 这么冰雪聪明 这样都被你想到 麦尔本杯之所以假设星期二举行 主要就是为了配合 纪念麦尔本市的开浮日 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其实正正就是麦尔本市的开浮日 传统以来 每年的麦尔本杯 都会在这一天上演 怪不得 不过还知道 每年这一天 都是麦尔本的公众假期 不少人都会带一家大小 去费明顿马场现场 一上麦尔本杯 对 不过到时候那里很多人 迫到气都没得休息就不好了 我还是留在电视机旁边欣赏 你这么懒 不要常常挂着蛇王吞扑 还快点告诉大家 今年有些什么马 参加麦尔本杯 广慢点你都大型 这么心急 在九月举行的爱尔兰姓列治大赛 冠军马Sans Frontiers 和亚军马绝色佳麗 都已经报名参加今届的麦尔本杯 其中绝色佳麗 如果成行的话 今次将会是他第二次参加这项赛事 不过Sans Frontiers 在准备啟程到澳洲之前 就被兽医研出幻想急性疾病 被逼宣布退出今届的麦尔本杯 欧洲代表马要成功抢摊 就要靠绝色佳麗 至于主队澳洲马 除了上届的盟主 非常震撼之外 一级赛目下錦标冠军马 信可成真 亚军马戴利安娜 和色尼商妖坚尼大赛盟主 翠金浙江都有报名 参加这一届麦尔本杯 不要说漏我们的香港代表才行 郝先生既然在考菲尔得杯成绩那么好 就当然要吃着个小孩 不要让他停了 如无意外 郝先生今年将会代表香港 参加第一百五十届的麦尔本杯 今年的麦尔本杯 在十一月二号举行 等一下 十一月七号 又是一年一度的 美国肉马者杯赛马日王 到时候就很忙 我还打算邀请你吃饭 想要我吃晚饭吧? 没问题 約十一月六号晚就行了 吃完晚饭之后 吃完宵夜也还可以 原来你这么差 那就糟了, 你把荷包好 别这么孤寒 最多吃完宵夜之后 带你看美国肉马者杯经典大赛 这场赛事会在十一月七号的 清晨时间举行 吃完宵夜去看就刚好 今届肉马者杯经典大赛的焦点 仍然会落在美国马后 迅雅达的身上 还记得上年的 肉马者杯经典大赛 迅雅达后上雅岛建筑大师 赢了出道以来的第十四场投马 一年之间 迅雅达转眼又再赢五场赛事 由出道至今 十九场赛事全部赢了 这场赛事就是 迅雅达在今年八月赢了的 千八米泥地千玛一级赛 金文下树感标 她带了喜悦 她是最好的 她有趣 她是最好的 她是最好的 我们很幸运 我们很幸运 成为一部分 我们很幸运 她说 她有股票 她是安全 她是回来 她赢了 我们是最好的 她永远都会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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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件事 她是一件事 这就是 今年的《玉马者杯》 经典大赛 迅雅达 除了要倾力遗免之外 最后 如果真的要迅利胜出 他便会成为 美国赛马史上 首批二十年节的马 所以 今年的这项錦标 对迅雅达 可以说是有双重意义 不过 迅雅达要成功剃造历史 就要先过 感受大道这一关 还记得在去年的 《玉马者杯》 经典大赛 感受大道 就因为在集前大发脾气 而被酌令退出 错失了跟迅雅达 一较高下的机会 在之后的一年间 感受大道表现相当出色 这条片段看到的 就是感受大道 在今年8月赢 千八米泥地一级赛 活华感焦的情况 另外 8月在美国雅琳顿百万金大赛 分裂冠亚军的两位大师 音乐大师 和建筑大师 听说都有意参加 同日举行的 《玉马者杯草地大赛》 而上届胜出 《玉马者草地一里大赛》 的法国马后 这么降胃 稍后也会再次到美国 进行避免战 到节目尾声了 看完澳洲春季嘉年华 和美国《玉马者杯》之后 下一次我们又去哪里看马呢 还打算去哪里 不要了 下一次我们和大家见面 已经是11月未来 不,我们还要留在香港看香港杯 那倒是 不是每次都要跳出香港 下一次我们留在香港 也可以继续和大家 放眼马世界 放眼马世界 去哪里 去哪里 到 Kommun估島 香港 拿 DF